随着中国大陆的中考临近 在上海 浙江 广州 河南 四川等多地的中学 相继宣布取消或暂停体育场保项目 以避免中共病毒后遗症 导致猝死等意外 消息引起舆论热议 此前几天中共疾控中心3月17号宣称 首次发现一名本土患者 同时感染两种奥米克戎变异株 而同一天发布的疾控中心周报 英文版则是承认 早在2月14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已经在裁检的样本中 发现同时感染两种奥米克戎变异株的病例 研究员承认 多个病毒株同时传播的风险不断加大 美国理想来说 10月底到1月初那么厉害的 新冠的这个传播 它不会马上就彻底消失的无影 我总更何况感染中国春节人流的相对来说 是一个高峰 所以一定还是会传播一定范围的人群 那么同时过一段时间应该还会有低波吧 中共当局一定是第二次公开的宣布了一个 所谓的抗疫的历史性的胜利了 所以在这种时候 如果说疫情再度的复燃 那么官方就会显得非常的尴尬 那么当局它就需要有一个 更加强有力的这么一个理由 来让大众接受说这种疫情 有可能会再度复燃的这个事实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王燕桥 陈杰 长春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